一代填胶,算起来俄标四代机最成功的无疑是苏负27战机。 原标题,一代填胶,算起来俄标四代机最成功的无疑是苏负27战机。 所谓俄标就是俄罗斯典型的战机落后了概念上去凑数,原本大家标准都比较统一,战机性能上有了革命性的变化则视为新一代战机,比如超音速、超视距、隐身性能等等。 但是俄罗斯非要搞个俄标,人家说四代机,他非说自己是五代机,别人家四代机F22,肩负20都服役了,自己的苏负57还各种不确定,但是这并不妨碍俄罗斯拿住俄标五代机各种忽悠。 回到话题中,笔者认为最好的俄标四代机还是苏负27战机,如果抛开各国的科技水平不谈,仅从战机研发本身看,苏负27无疑是俄标四代机的巅峰之作。 比较而言,同时期的美国F15战机,更加依赖的是其强大的发动机技术以及雷达电子技术。 而苏负27更多的是在设计上想办法,另辟蹊径。 苏负27战机首度使用了机身融合设计,使其成为一个战术性能优异的大平台,载弹量大,航程远,改进融于大。 虽然面临助机身结构强度以及航电设备落后的弱点,但是在苏负27后续发展中,这些缺点被逐渐克服,使得苏负27的改进型号不断焕发新春,爆发出全新的战斗力。 良好的启动性能是那苏负27在无需改变启动外形的情况下,仅仅改变机身结构,更换机载设备以及矢量发动机就可以大幅度改进战机性能,比如著名的四代,战机苏负35。 甚至俄罗斯在研制5代机时一样沿用苏负27的模式,利用其机身融合的原始设计,增加隐身设计,提高航电水平,高出了T50战机。 最为重要的是苏负27的大量外销,大大提升了各使用国包为自己领空,领海的能力,不愧为最成功的四代机。